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 人工智能将会更广泛地应用到智能控制 无人驾驶 语言图像理解等多种领域 快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迈上科技制高点 中国需要更多坚实的动力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放眼全球汇聚英才 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正在中国加快构建 姚立军和他的团队 今天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客人来自日本著名的半导体材料企业 这家跨国公司曾是姚立军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掌握着全球半导体靶材市场 近10%的份额 墙上的400多个专利证书 是姚立军他们这些年的实力积累 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成功打入全球280多个芯片制造工厂 日本客商主动登门是来寻求合作的 他们想要与中国合作生产的就是这种高纯铝建设把材 它是制造芯片的关键材料 芯片是中国输不起的战略领域 中国每年芯片尽头的花费已经超过原油 现在从基础材料到制造技术 中国有数十家企业正在这个领域奋力填补空白 姚立军的信心来自这间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把材机加工车间 精密加工用的装备 100%都是中国自己制造 刀头要从靶材表面削掉5微米 芯片表面才能像镜面一样光洁 这些国产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 完全可以和进口机床匹配 价格却只有六分之一 姚立军是国际上掌握高纯度金属把材核心技术的少数专家 在千人计划的感召下为国创业 冲进这个领域的全球第一梯队 是谈判中最有分量的中国筹码 几年前同样是在这个座位上 一度陷入生存困境的姚立军 险些同意被外国企业收购 在最艰难的时候 是国家拉了他一把 我们达到第一笔02专项的资金的时候 对我来说这笔支持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 是一份信心 告诉我你做的事情是国家需要的 同时国家将用最好的条件 尽可能地去支持你把这些资金做成 这是最新研发成功的高纯度乌把材 用于制作芯片存储器 突破它的研发小组 是姚立军的专家团队手把手带出来的年轻人 平均年龄不到29岁 全球芯片把材目前有十多种 姚立军他们已经能生产其中八种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型把材 诞生在这些年轻人的手里 他们虽然很年轻 但是他们的管理水平 他们的技能 实际上是国际的大高手是接轨的 我们在同一个水平上在竞争的 更积极 更开放 更有效的人才政策 正吸引更多的领军人才 向武汉 合肥 广州 深圳 这些创新型城市聚集 深圳 这间能够过滤紫外光的特殊实验室 是在国家扶持下建立起来的 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博士金锡和团队正在生产超材料 这块长八十厘米 宽六十厘米 表面镀铜的特殊材料 是超材料加工的基础材料 技术员江浩 首先给材料贴上了一种 可以曝光显影的薄膜 利用胶卷曝光的原理 加工后的材料显现出两万个念花图案 这些两毫比大小的图案里 有上万个肉眼看不见的人工微结构 微结构的大小 形状 线路分布 是超材料的核心技术 工程师们将天然物质中的分子结构 重新组织排列 可以做出不同的微结构 代表着隐形 防水等不同的物理性能 掌握超材料技术 工程师们就可以像大厨一样 根据十克不同的需求 烹制出不同菜肴 做出自然界没有的功能性材料 中国的超材料研发实力 目前和全球领先的美国并驾齐驱 超过日本 德国 荷兰等国家 这是全球第一条实现量产的超材料生产线 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实现超材料量产的国家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 这条生产线完全实现自主研发 在这条生产线上 已经诞生了隐身 抗燃烧 防结冰等超材料 每一个都是航空航天领域 急需突破的新材料 眼前的这个直径18米的巨型气囊 是一种超材料塑料 工程师刘盈和伙伴 要在这里进行一场极限挑战 六个月后 他们要用这种超材料制造浮空气球 携带生命体进入临近空间 临近空间 位于距离地面20公里到100公里的空域 是现代太空竞赛的核心区域 800帕的极限压力下 气囊不发生爆裂 才算挑战成功 气囊由62磅超材料塑料拼接而成 凌空飞行器重量要足够轻 这种超材料塑料仅有40微米厚 77公斤 除了轻 材料还必须抵抑住临近空间 强紫外线的辐射 这都是普通塑料不具备的功能 气压达到800帕 材料设计的极限临界值 六小时耐久性测试开始 准备好了没 直降各就各位 所有小组 每隔十分钟 要记录一次气囊直径 和每一半材料的宽度 用什么样的材料制造凌空飞行器 全球航空大国都在争相研究 刘盈他们记录下的这些数据 将会给中国研发更先进的 临近空间飞行器材料 提供宝贵的数据